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早上有三谈课 所以我们 讲的进度呢 那么不快 好 那同学可以听懂 那么 这个土啊 什么 连续 后面 会经常出现 所以你要把那个土啊 看懂 那在我们 花财系 花工啊 东西学过的 你有好多个科目 那你都要查图 查表 那比方说 花乐啊 还有呢 花季啊 还有什么 单操啊 还有什么 物画啊 通通都是一样的 好 那现在花工也来了 跟图 或者是表 那其实它都是跟公事 你现在看到的公事啊 老师这边也有写文字啊 那么他们 意识是一样的 而且他们的位阶啊 就是他们的重要性啊 很远胜过这个文字 很远胜过 像老师口说 像老师用 嘴巴讲的话 其实它是公事也好 这些公事符啊 这些图也好 那代表的 啊 就是 很多意思 你要把这个图表 每一个意思呢 都能讲到 那你要用文字来叙述的话 一个字 一句 一段 这样写的话 你可能这个图啊 你要用A过的纸啊 写一张 来表达这个图 不够 你可能要写两张 也不够 写三张 也不够 那就是要千言万语啊 但是我如果看懂了以后啊 那么它就变得 很简单啊 所以老师一直在强调喔 对不对 那么有时候呢 考试啊 出题的关系 那像这个图啊 不好出题 它比较麻烦 所以它就 你的题目啊 考试里面呢 就不会出现 就省略掉了 但是如果老师有心啊 一定要出这样的题目的话呢 也是可以出题喔 因为他刚刚老师强调了 他非常 那么 未接 我们表达意识啊 你说个千言万 那么我怎样 报个图给你看就好了 举例讲啊 爱与自然 他不会跟你讲有的没有的 什么 质量 可以转变成能量 转变出来的能量 有多大有多么可怕 那么就是原子弹啊 核弹啊 对不对 那么他中间导的公式啊过程啊 哇 真的是非常坚决 最后得到一个答案 能量 E 等于MO 质量 层上C C是光速的平滑 这那种东西要跟你讲的 导的过程你要学着他真的导吗 不用 对我告诉你 E等于M7 平滑 那你看到这个公式 啊你如果有 Fu 有那你感觉的 哇你又下坏了 一刻的质量 全部换成能量 那能量有多么大 这会摧毁 整个地方 他如果是头弹下去 那就是 很蒙古的 这个是用公式来表示 你很清楚 好 他不要跟你动文字解释啊 那现在 土也是一样啊 所以这个土啦 我们 说过了 这个土呢 你怎么 告诉老师 这土 表现出来 有什么 重要的表征 从土上 我就可以看出 他的特点 啊 有哪些 好那么这边呢 有12345 最后结论 就是说 我现在啊 这个 PFR FFR 两个 的体积比 那东西说这里用 TAU 空间 时间 Space time 他不是用体积比 他是用TAU TAU的数值 的比 那意思一样啊 因为 另外什么东西 TAU不是等于 CA0 这张V 除以FA0吗 那么你进到这两个反应器的 净量 起始浓度 就是CA0啊 净量的 质量流量 就是FA0啊 那两个他的比值 那么就是里面还有 还有一个象啊 反应器的体积啊 对不对 所以TAU的底值 那不就相当于 反应器的体积比吗 是不是这样 那么你看哦 这Y轴 如果是体积比呀 那么你看这边有 1 1的话就跟说 一个 对一个 体积大小 是一样的 反应器的体积大小 一样 这样了解吗 可是我们之前也讲过啊 我们有三种反应器 P次反应器 还有呢 分流反应器 还有呢 PFR 塞流反应器 三个反应器 我们都把它的 操作方程式 就是 Lotromers Lotromers 也可以讲做功能啊 功能方程式 就是说你这个反应器啊 我用这个方程式呢 就可以完整的表达 所以说它是 操作方程式 Performance Equation 或者是功能方程式 就表达 就是完全 恰到好处啦 好 那么由 Performance Lotromers 哎 这MFR 得到 它的Size 啊 就是反应器的 体积大小啊 可以用这个 矩形哦 它的Performance 告诉我们说 可以用 Ora分之一 这边 对 Delta Xa 两个相成啊 那不就是矩形的 面积吗 那么这个PFR 他也是要求面积 因为 求积分啊 积分就是求面积啊 它现在求的是什么 积分 积分曲线下的面积 所以哦 所以 照这样的情况看 那么 PFR 这样的反应器 它的 积分曲线下的面积 难可能 胜过这个 MFR 整个矩形的面积 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 那东西说 奇怪啊 你的反应器 体积 的笔子 也可以 等于 当什么 反应的阶次 如果是 灵阶的时候 那东西奇怪 我没有看到灵阶 在这个图上我只要看到三阶 实现了 像我们看到 图上的 实体线 三阶 实体线 二阶 一阶 零点五阶 零点二五阶 哪里有零阶呢 那老师 这个图讲完 接着就讲 它的内差 有些数据啊 没有办法 完全呈现 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图 所显示出来的趋势 所以我们看图 看图 我们说 这个图的表征 这个图的特点 就是要看出 这些数据 坐落在这个图上 所显示出来的 那个趋势 所以趋势 就是 无比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趋势 趋势就是它的特征啊 你要看出来 它的趋势 对不对 那同学说 你怎么会知道 红色的这条线呢 是N等于临阶呢 因为老师呢 把它用外插的外面进来 如果是在这数据点里面的 我们就用内插画 可是现在N如果是等于临阶的话 红色的这个底线 它就叫做外插了 对不对 如果N等于4阶 N等于5阶 也不是在这数据点里面的 所以也叫做外插画 如此 我说这条红色的线 是0阶 那你看 它的底级比 两个反应器的底级比 可以等于1 那东西说 这个1 对不对 这个1 有一种方式 就是尽量这个 在 领阶的时候啊 这个曲线啊 不要 不要怎么样啊 很趋 很趋 什么意思这个很趋线呢 很趋线的比方说 现在你看好 我都是 画那些板上啊 哎 这条曲线 我说它是很趋 因为你现在 你现在 现在老师画的这个 激温曲线啊 对不对 这个激温曲线 就很趋的 再来看 比较重 比较重 不那么趋的 就这样 不那么趋的 可以吗 你可以 有那个 可不可以感觉出来 比较不那么趋了 再来 再来 如果我现在 更不趋了 是不是这样 因为 如果很趋 那么趋心的面积 在这个激温曲线下的面积呢 就越差 越多 是不是这样一个 你看啊 这个曲线的不是 你女后趋的 很严重 那不是越差越多吗 所以这个是你 第一个想画 你老师要叫你说 这个体积体等于你的 你怎么画出来 你从这个书 你用这个冰腕 如果是不要那么趋 那么面积 就会比较靠近 不过差那么多啊 所以我现在把这条线 如果越画越直 就不趋了 甚至于啊 甚至于什么情况 反过来呢 反过来怎样 这条曲线 可是我如果是画最中线 直线啊 画直线 那么 正义虚了 对不对 正义虚了 那两个的体积 还是不一样啊 那有没有可能说 这条曲线呢 他就向下 啊 如果这个曲线呢 反过来呢 我是向上 啊 这条反 曲线向上 啊 那你这个曲线的面积啊 曲线的面积呢 反而 比这个曲线下的面积呢 更 小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意思 所以 现在有三种情况 向下 直线 还有向上 这种情况 向下 面积小 就是 与形的面积 就FFR的 反应器的体积会比较大 如果是对角线的话呢 对角线 先放着 啊如果反过来 向上 你的曲线呢 就在这 向上 的 那个 下面啊 所以 反而变小了 你曲线的面积小 机会曲线下的面积啊 啊如果是对角线呢 对角线呢 就是对角线 不是对角线啊 现在如果是 没有 三种情况吧 不是向下啊 就向上啊 要不然就是有直线嘛 所以这样才 很可能 直线的话呢 就会出现两个一样的情况 那直线两个一样的话 怎么报分呢 直线的话 应该是这样 举行的话呢 好 很可能 像我们没有把 读超标 很可能现在就会变成这样子咯 很可能我们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直线的情况 你现在这个是积分 直线 直 积分曲线 现在这个是直线下的 好那你的旅行呢 这个地方 比这个直线多了 右边这个地方 比这个直线少了 那这样 有可能 就会 多出来的 少的这个部分呢 刚好平啊 那还平啊 所以 两个反应器的比 比 就是等于1 这样你们知道 那如果反应应器的比是10 那个是 最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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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MFR 这MFR 是这PFR 10倍 10倍 所以哦 如果我现在在这一碗 它不是一个 那个圆柱吗 圆柱体吗 那如果10倍的话 我几乎可以摆在这个地方 摆10寡 11共 那这样就是相差10倍啦 啊如果是现在相差100倍呢 那么这个 分流反应器的这个体积呢更大 我这赛流反应器呢 可以摆在里面呢 摆100万 这样有没有概念 是不是更清楚啦 像是讲 啊这个size ratio 这是两个反应器体积的比啊 这是functional 那是什么呢 还是啊 我这边呢 有 有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其实这里面呢 还可以仔细分啊 这样不管 我们把它写成了这个 方程式呢 又可以涵盖 你这些所讨论的 所以我们说 图 很清楚 方程式呢 也很清楚 所以两个体积比啊 是跟什么有关系 跟你反应的接次 你现在是几接反应 你看这边 三接反应啊 二接反应有关 有吗 对不对 如果你的接次啊 成正比 接次如果是越大 你看这三接 这样都会过来 两个的体积比呢 可能是三百四百呢 因为来到这边 已经一百了 那这边呢 交上这个 纵轴 纵轴要往上延伸啊 对不对 如果是 哎 N等于一接的话 这里是10 20 这边这个都是22 对不对 如果是 N等于二接的话 这边是一百 所以是不是跟接次 接次如果越高 那么两个size ratio就越大 才会跟A打A A打A如果 A打A是什么 我们说材料吗 瘦 温度 热胀的说 可是这个A打A不是热胀的说 不是因为温度引起 你这个体积 改变 他不是 那是什么引起 注意心哦 那边 注意心 是这个 口袋 这样OK 好 他是因为 产生反应 而且反应的程度不一样 引起这个A打A A打A 他这样 他就会 好 反应器的体积 膨胀 反应器的体积 固定 反应器的体积 缩小 所以反应器的体积 可以改变的 那么我们说 幕子有一个温相态啊 固态意态气态啊 那你会发生 反应器的体积改变的 然后主要是在 气态 对不对 固态啊 意态啊 那么他的体积 改变量 有限 如果是氣體的話 就不難了 他就會改變的量 差異很大 比方說 如果A打A是真的 那麼那是膨脹 0呢 就沒有改變體積了 如果負的呢 反而是縮小了 所以我也是跟A打A 成正比 A打A的指越大 你看 塞子對手 這個筆子啊 就越差越大 對不對 還有啊 再來跟他的轉化力有關啊 轉化力你看 這個圖 跟我們往常習慣用畫不一樣 我們習慣用完圓點就從這個地方出花 所以圓點出啊 那個點也是0啊 可是他現在 你看他 好奇怪哦 他用的是1-SA 不奇怪 因為我們 少見多怪 以後你竟然看到有這樣的圖 他也可以用左邊右邊 都方便使用 看 怎麼樣方便 那為什麼 他 遠一點把它設在右邊 SA等於0 就是還沒有反應哦 沒有轉化 就 XA等於0啊 為什麼要設在右邊 因為他現在 可以往左邊擴散 你看他就開口的 就往左邊這樣開口啊 對不對 他這樣看起來 我每次集中在這個地方 比較容易看啊 那你反過來啊 我如果是 原點 XA等於0 設在這一點啊 那往右邊擴散 往右邊擴散 兩個圖來比較 這樣 那麼 往左邊擴散 比較清楚表達 他都會說 我看起來都一樣啊 可以啊 你可以重新做圖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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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這個地方就是你擴散的那個口 跟你左邊擴散這個口 好 有沒有類似 不一樣 不類似 那種不類似 你看到 差點在哪裡 這個實體線的斜率喔 是 負等 當然你現在XA是 你原點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是負等 那你如果是在這個地方 那麼 這個實體線呢 是正的啦 因為斜率是這樣啊 是正的 好 所以你的原點你要放左端右端 那麼 就是 就是 啊 你的 或者是大家的 習慣 所以 我們沒有 變拘束 不必 一定 限制住了 固定住了 我們也有 大家 都喜歡這樣做 一定有道理的 對不對 大家的眼睛 大家的觀念 都 整合判斷 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符合 當然一定是優點多於缺點 所以才會形成 啊這樣的 啊那個 啊 傾向 就是趨勢啦 趨勢就是 這個潮流的 沒有辦法打 對不對 像現在選舉了 選舉了 水會浪絕 沒有辦法 那就是一個趨勢喔 沒有辦法 打的對不對 比方說 送出魚 那現在一直拉不上來 他提 提出 中道 第三股 第三股呢 現在 不是說 他那個理念也是錯誤 我們今天只有兩黨 國民黨 民進黨 這兩黨 把我們台灣人 瓜分 掌握住了 那這樣不合道理啊 不合道理 應該是什麼 還有第三股勢力啊 我們理性的推響 應該是這樣 合理啊 但是沒有辦法 時間 未到 了解 時間未到 可能經過 十年以後 真的 這種情況呢 才會發生啊 可是目前這個狀況呢 不可能發生 所以 趨勢 沒辦法的 那就隨時 慢慢的 慢慢的 在導引 慢慢的在改變 這樣 了解嗎 好 所以看圖就是看追的趨勢 所以 那做民調啊 民調也是一樣啊 上上下下 那個就是趨勢 就是圖表 都是在看他的 特徵 表徵 主要就是他的趨勢 這樣表態 好 然後愛情轉換力有關 有沒有 轉換力呢 如果 集中在這個地方 還沒有反應喔 沒有反應的話呢 那麼 不管你是幾階的啦 你越高階的 影響他的 體 體積比啊 越大 但是我如果沒有反應的時候呢 你看喔 幾乎都坐落在這一點 那麼他不是比這紅色的線 很接近嗎 紅色的線呢 是表示說兩個 反應器的體積比的第一呢 所以沒有什麼差異耶 啊如果 如果轉換力 大的時候 他就要往左邊 這個邊很偏啊 那接次如果越大的話 他可以差幾百倍 你看啊 二等三接的話 他可以差三四百倍啊 有沒有 二等二呢 他可以差一百倍啊 所以 跟轉換有關對不對 還有跟陶有關 那奇怪 這裡我怎麼看都沒有看到陶耶 對不對 好 那麼陶 是在下面的圖 下面的圖呢 我們就會看到了 但是我們先把它 放進來 其實陶有關啊 想 那你跟我說啊這個地方 體積比不是跟陶的比值嗎 陶的比值嗎 對啊 所以這體積比 那不是用這個陶就重複了啊 對啊 有有這樣的意思 有重複疊了 重複的概念 那如果我們往下 看的話 好 比較清楚啦 好 把剛剛的圖啊 介紹過一遍 接著呢 我們就要講 內插話 其實 還可以再補三個 外插話 對不對 剛講 如果是 N等於 零接 就是那條紅色線 但是在這個數據線的外面 所以這個就是外插 啊 N等於4 N等於5 也沒有在這個數據線裡面啊 所以它叫做外插 好 所以外插 也是一種插字 數據點的 你 舊遠帶的這個數據點 再把它衍生出來的 對不對 那麼 還有內插話 那麼光內插話 在數值方法裡面 那我們呢 有好多 數學的課 有學過維基文啊 有學過工程數學啊 對不對 那麼 還會有學 數值方法 那數值方法 早期呢 是開在 選修課 這幫忙 打維基文 幫忙 公訴 你這邊的解 公是怎麼倒 都倒不出來 那麼倒不出來 在以前 就算了 可是現在我們有一個力氣 什麼力氣啊 電腦 電腦很厲害啊 運算的速度呢 很快速啊 一秒鐘 它可以運算 一百萬次 可以高速電腦 可以運算 以早次 對不對 比方說 比方說 模擬啊 彗星 撞地球 一顆大的彗星 沒什麼 可是這顆彗星呢 又分裂了 哇 幾百萬顆的小彗星 一起來 都撞地球啦 幾百萬顆的小彗星 他們走的路徑呢 都不一樣 他們要攻擊地球的來個地方 那你如果沒有連結 好幾步高速電腦去運算 他的運行軌道 為什麼你要知道他的運行軌道呢 那如果是打在美國 美國好耶 那什麼 因為他們有什麼 飛彈啊 可以在 半空單捷 就把那個衛星呢 綁掉了 他如果是打在我們其他國家 管理 管理 對不對 那每個飛彈的用不完 用得完啊 好 所以就是要 電腦運算 那現在呢 你沒有辦法用數學的公式打 那用電腦去算啊 電腦去算 電腦去算 我們可以假設 一個值 假設現在 彗星狀態有一個軌道 我們假設一個軌道 那麼他就跟進這個軌道呢 就也算 哇 運算說 造勢 運算喔 速度很快喔 可是我們現在串聯了 好幾步的高速電腦 他就運算速度太快了 現在不是只有一顆 彗星的碎片撞進來 現在不是兩顆 現在是幾百萬顆一起 往地球這樣衝 對不對 所以他高速電腦 每一個 每一個碎片他都給你掌握 他的軌跡 他就可以算出來 算出來的話 那麼 那你怎麼用危機問呢 你這危機問可能要好幾條 100條的聯比方程式 一千條的聯比方程式 不過兩邊都可以開出來 怎麼解 沒辦法解 可是現在電腦可以幫我們解 他就是在那邊預算 打打打打打打 解出來 這就是 數值 哇 聊不聊嗎 那麼 不是只有這樣的數學而已 如果你進入數學系的話 哇那太多了 什麼託譜數學 什麼什麼數學 啊 講 講也講不完 可是我們現在學了這樣的數學 夠用就好 在我們的領域夠用就好 那你如果要發展到 更高的領域 我要走太多領域去了 我們在太多領域 怎麼樣 做生化反應啊 酵素啊 很多東西呢 這沒有重力潮之下 它的結果 在地球之下 培養出來的 不一樣 這邊 舉例講 舉例講 蜘蛛師 的徒師 知道嗎 蜘蛛那個蜘蛙 那個蜘蛛師 蜘蛛師 喔 就用了 就用了 那麼他 把蜘蛛啊 把它 放到了外太空啊 外太空 他沒有辦法解我啊 為什麼沒有辦法解我 因為 在地球中 避免他已經適應了 吐出去的那個網 射出去喔 那麼另外的射出去 他就是網一直用射的 網跟網 他剛好射出去的 啪 射中了 然後連接起來 他有點節點 連接點 射起來 那麼他在空 空中 他就可以把他連結成 一張網 兩難 這是我們地球看到的蜘蛛師 可是如果在外太空的時候 因為沒有鳳鏡啊 所以他射出去呢 每次都 打空包他 打出去呢 第二根要在射出去的時候 沒有連結 沒有黏住 蜘蛛師 沒有黏住 所以 就是亂射一通 到後來 他也學會啊 蜘蛛師 蜘蛛師 蜘蛛他很聰明啊 學會竟然可以在無重力上下 可以結網了 可以結網 而且在無重力往下的時候 那個網啊 那個蜘蛛師啊 我啊 怎麼講啊 子彈呢 打不過去耶 子彈打不過去就算了 你知道嗎 他現在是什麼 槍榴彈 打不過去耶 槍榴彈打不過去就算了 現在是怎麼樣 我啊 所以現在 科學家裡 說有一天啊 真的 那個遲早的事情 一定會發生 時間 不等什麼時候 對不對 一定會有大量的鋼狂 是這樣的 好 科幻的 衛星狀領有 會實現啊 大量的鋼石片耶 攻擊地球 那麼 攻擊到的 什麼都市 城市 熱鬧的區域 如果攻擊到的是 沙漠區 還好啊 沒有人住的地方 萬一攻擊到的是 居 人工很冒 很多的 地方內 那就形成災難了 啊所以現在就 科學家 就要把麥克風化 蜘蛛 屍啊 把它 分布在地球 如果是緊急的時候呢 可以養起百萬隻的那個蜘蛛 同時 啊 蜘蛛跟蜘蛛 了解嗎 那我們就把地球呢 結果半邊地球呢把它封起來 那肺心呢 撞到那個蜘蛛網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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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用化工 化學反應啊 或者是呢生化科技啊 這次如果是在沒有動力的地下的時候 他出來的東西呢 另外一個局面 比方說病毒也是一樣啊 在無重力之下 產生出來的病毒 我們攻擊心呢 來到地球呢 無人可打 我們很恐怖啊 所以現在在外太空 做實驗 不是在我們實驗室做實驗 得出來的效果 不一樣 好 所以我們講到 欸 解數學的方法啊 欸 你有輔助的 輔助的方法對不對 那這邊也是一樣啊 我們看呈現出來的這些數據點 那 有些沒有呈現在裡面 那就不能用了 那不是太可惜了嗎 好 所以我們 就要怎麼樣 利用 盡量 使用 物盡其中 把這張圖 把你呈現的這個數據呢 做最有效的利用 是即便呢 當個數據點呢沒有呈現出來 我們還可以用內插話 還可以用外插話 可是這邊 老師特別講這個內插話 在數字方法裡面呢 光是內插話呢 他最少有六種 六種喔 啊 第一種呢 叫做線性內插話 第二種呢就是什麼 第三種叫什麼 第四種叫做 好多 老師本來 這門課呢就幫我們賞快一點 老師也要跟你們 講man method 一開始的時候就講 現在老師花錢呢 如果man進來的話 東西會壓一點 所以 很沉重 如果用在比較好的 大學 OK 同學不會教的 就是 老師 這經驗啦 你如果是去清大 或是其他學校 同學是 這沒有老師教的 隨你教 你老師你落後教你做你教 你教一本 你教一本OK 我對得到 學生可以跟上的 你教兩本OK 我也對得到 不要睡 一天晚上不要睡 把你教教 教教 所以 他不是一個一本科目 就這樣 好多門科目這樣子的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不是 不一樣 對不對 像老師在想 什麼把這個 陳詩語言把它弄進來 弄進來你就會 變得更好玩 他的那個複雜性 我們可以把它簡單化成件 把它更好玩 那同學要學的 你還要學那個計算記憶 那這樣的話 好了 要把它怎麼加進來 怎麼想 比如說內擦滑 現在我們用線性內擦 那你可以觀察第2種 第3種 那麼他的內擦的情況 這些圖啊 我們甚至可以把它滑出來 發的跟他一模一樣 OK的 但是 這個 你要增加 負擔的 那這個內擦我們上次呢 給我介紹過了 介紹什麼 是要讓你 讓你提醒的 提醒 我們如果用線性內擦的時候 比方說 我想知道的是 什麼東西 如果現在是 這個對角線 到100倍這個地方改 他講的是 N等2 2階 對不對 那麼 紅色的這個水平線 我們講N等的0階 所以從0階到這個 2階這個地方 我顯然要知道 1階 1階 1階已經有了 我假設沒有 好 好 那麼我就把它內擦 那內擦的話 你用的是線性內擦 線性內擦就是說 我這邊的開口啊 你要這邊1到10這邊的開口 跟10到100 這邊的開口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從原 遠點 就右端這個點啊 直接畫這條線過來 我這條藍色的線啊 我說他就是 因為藉 0階到2階之間 所以他就是1階囉 來 跟實際的1階在這裡 比較 他有誤差耶 他有誤差 所以你每一次如果用內擦的時候呢 你用線性內擦 會產生誤差 那我如果用其他的內擦畫 他可能 會有優缺點 有的 優點 就會使他的 這個內擦值 比較準確 誤差比較小 可是你如果用線性內擦的話呢 你記得 記得什麼 真實的值啊 是比你用線性內擦畫呢 要偏大 對不對 像你如果現在 N等於1階就在這條線上 可是實際上是在這裡啊 所以你現在10邊 那不是呢 那是22邊呢 這個 分你要畫在這裡耶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呢 啊 如果現在 我 如果是 3階跟這個1階 我要內擦 線性內擦 那得出來就是N等於2階啊 對不對 N等於2階的時候呢 那麼 你怎麼知道你現在也是線性內擦呢 因為 我現在這邊的開口啊 這邊的開口呢 兩個要一樣啊 兩個要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 那麼得到的情況也是一樣 哎 如果是真正的N等於2階的話是在地板這裡耶 啊你現在如果用線性內擦的話呢它是在哪裡啊 2030405060 差了40倍 4分差了40耶 所以這邊告訴我們說 如果接次越大 你使用線性內擦 那麼得到的度差 會越大 老師只是在告訴你這樣 因為 你這個圖 要完全使用 你不可能 再做實驗 因為 這圖上 不可能 你用的通通都提供給你啊 你要 1.5階有嗎 沒有 你要1.8階有嗎 沒有 所以 你要用內擦 線性內擦 那老師有跟你講到 這裡有 你內擦可以 但是你要有 誤差的觀念 你擦這出來的 這個詞 實際上 啊 跟 真實的詞 會有誤差的 你沒有這種了解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記上這個呢 因為接著下面的圖啊 我們就用很多的 內擦 好 再往下看 馬上就來了 好 其實 再來這個圖啊 它也是一樣喔 重頭歪軸啊 他說是什麼 兩個反應器的體積比 可是這個反應器的體積比 看到分母嗎 分母這裡是 泡 P 泡P就是 PFR 就 塞流式的反應器喔 再來 看到這邊 有一個 泡 N 這個泡啊 是不是 泡流式反應器喔 啊為什麼 他現在 用N 這邊有一個下標 然後N呢 意思就是說 分流式反應器 你看喔 它的數目呢可以有一個 可以有兩個 可以有三個 四個六個 還有呢 十個 最下面這條線 是 無限多個 分流式反應器 它可以有 達到 無限多個 哎 無限多個 竟然是討平了 跟這個 下面這條 水平鍵一樣 相當於一個 PFR 所以 現在這個是 MFR呢 有好幾個 來跟 PFR 只有一個 兩個相比喔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喔 如果這邊 比值呢是 10 表示說 MFR MFR呢 現在 你看看 我們現在看 只有一個的情況好嗎 只有一個的情況 前面那個圖 把它扣過來 是一樣的 所以這裡呢 10 再過來這是 22 有沒有 我現在如果是一個 MFR 對一個 PFR 兩個人 基底年是 22 22 就是說 我現在把這PFR呢 放在這個 MFR裡面呢 可以放22個 22個 這個是他的體積比 這樣了解嗎 好 可是當我 這個MFR呢 如果有 兩個的時候 兩個的時候 哎跟一個的 PFR 體積比呢 你看看 這N等2 現在兩個的時候 往上看喔 來 Y軸也是對數坐標 對數坐標 你會看嗎 最下面 這是1喔 再來是2喔 再來是3喔 再來是4喔 對不對 沒有錯喔 那這是什麼意思 N等於2 表示我現在有兩個 FFR喔 那麼他說 MFR呢 不管 你現在如果是一個 他就是這麼大 兩個的話呢 兩個的 反應器的 機器要 一個大小 要一樣大小 啊如果是3個 現在有3個 MFR 3個是一樣大小 那如果是10個 10個也要一樣大小 可是 這裡要注意喔 當我有兩個的時候 兩個的時候跟你這個只有一個的時候 那個體積比呢 那我們對過來喔 對過來 13 再往上 4啊 他比4也小一點點 所以表示說 我這兩個 MFR 跟原來的一個 一個的 MFR 他的體積好大喔 因為他是這個 PFR的22倍啊 可是當我現在有兩個 MFR的時候 兩個加起來 加起來 除以這個PFR 才不過是他的 接近4倍 說4倍好了 欸 所以喔 現在怎麼樣啊 MFR兩個的時候 他的體積變小 沒有原來的那個一個 一個那麼大 假設我們固定喔 固定 固定原來的 PFR的體積大小的話 這裡啊